常会听到一句说 缘妙不可言 实在是不可思议 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境遇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聚散 事与世间的莫名其妙的前后关联 等等这些 总之缘分两个字 就可以道尽了 再不能多说 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再次开讲 地藏菩萨本愿经 义父如是 同样如此 为什么 我想你看我们诸位 特别是今天以千日千生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佛友团 大家是以这个来建群 一直依照着这个来读诵修学地藏本愿经 那我在接到这个弘法任务的时候呢 我也回顾一下自己的学佛路程 从当日在普陀山PT出家 随这个恩师所主 开始读读诵受持地藏菩萨本愿经 一直到后来虽然我转红净土居多 但是这部经的情节和地藏王菩萨的情节 一直伴随着我走到现在 每次我出去讲法 依然如故的说 引用的最多的脱口而出的就是地藏本愿经里面的经文 像什么难言夫妻纵生起心动念 无不失也无不失罪 说若有这个立根文记信手等等这些 下意识就给带出来了 这就是素是原生 那么今天 因和原的不断碰撞和相续的现行 诸位与我 我与诸位 大家有一个这个 这个讲堂 这个披卢殿 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 这个地方居然叫披卢殿 这样一个与人有缘 与地有缘 任何事情 绝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 就是因缘 特别是这个 这个地方原来叫普济寺 恰恰我出家常住的地方也叫普济寺 所以这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 唯有我们在此随送学修 发泄充满 那么在此呢 我们也一句带过感恩此番 听文讲地藏经 成就这个因缘的一切 推动促成的殊胜 增上因缘的同修和各位参与者的发心 随喜你们的发心 当然我们也请在座今天来听文法会的 诸位同修发心 此次听经 所有的功德都回向给一切尚没有机会来接触和听文佛法的 有缘众生 乃至无缘的众生 能够早日得网相应佛法 这我想也是地藏王菩萨的大愿度生的精神 请大家在文法之前如是发心 那么今天呢 在讲经之前呢 我想有几点需要明确 以庇物门来更好的 更深入的来 授持这部宝典 古人在讲经的时候呢 前面都会有一些 经前的悬谈吧 把这个大概的内容 进行一个概论啊 等等这些 这样的方法 可能我们现在讲呢 已经不太习惯了 那么 由于这部地藏经呢 它的影响又太广 几乎是所有的佛门弟子的第一个台阶 第一道门境 这个莫名其妙的欢喜与相应 不经意间成就的佛门弟子 全是由于这部经的音缘 地藏王菩萨 这个最尊圣者 地藏菩萨本愿经 这部宝典 那么另外这部经的主人翁呢 又特别的 我们说强 用这个以地来作为御 比喻的御 以藏为来作为根本的这么一个大圣者 所以他的慈悲 智慧 神通 威力 无处不再影响每一个感应的 这个虔诚的佛弟子 优为突出的就是他的愿力 我们学习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板块 担当和尽瘁的精神 所以说呢 今天我们在经前呢 也要做一个简介 特别是这部经啊 实在是难讲 当时我拿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我就觉得 因为他的注释啊 几乎没有这个大德 就有一部注释 古来的大德 那么这部经的经文呢 直白流畅 非常的朗朗上口 一读就明白了 通俗一懂 反正 应不了然就是因果轮回 修行 得道 发愿 正果 大家都一读就懂 但是这个像上来讲 就是描绘的这个故事情节上来讲 显而易见 但是这部经典的圣生妙意 这个现象后边的核心意义内涵 也就是佛法的核心 心地法门 生而难明 很难知道 所以在这个我们说 事项和本质 礼和式的这种穿插转化过程中 还是有一道关口 需要我们有悟性和福德来进行贯通 所以在此之前呢 我们今天主要用今天晚上的时间呢 跟大家做一个金钱的漫台 两大板块 第一个 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要宣说地藏菩萨本愿经 其一 其二 我们今日此时此刻此处 为什么要开讲 地藏菩萨本愿经 这个我们对于这个佛法的总拜背景下 这么几点缘起 我们来首先了解一下 首先 从佛为什么要讲这部宝典的 这个层面来看 第一点 就是偏赞地藏菩萨 愿力功德 这是我们要讲明确的第一点 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 我们每次接触佛法 走进佛教的拿西一本书 每一部经典 都是当时释迦牟尼佛与诸多弟子们 在讲法的法会 地藏经同样如此 而且其他的经典呢 他往往会有我们自己读读读的时候就会发现 一般的经典只是几尊菩萨 或者一个罗汉 或者十大弟子之首等等 十六大这个十六尊者 就是一个人作为当机者 不断的启问启问 然后佛告阿难 佛告舍利佛 佛告须不洗 金刚经 弥陀经 都是如此 但是大家发现了 这个地藏菩萨 本愿经 每一品中 或有问佛的弟子 在不断的变化 而且都是超级一线的特大菩萨 文书 普贤 观音 还有普广菩萨 虚空葬 全部来参与这场圣会 这样的号召力 从何而来 这就是他的愿力 所以在这个地神护法评里边的 监牢地神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说他鼎立青 就过无数百千万亿这种大菩萨 比如说文书 普贤 观音 弥勒 都风声散影的在六道度化众生 但是呢 他们的愿力 还有毕竟 就是还是有完有了的 唯有地藏菩萨 教化六道的这些众生呢 他所发的愿 誓愿的这个结束呢 如百千亿横河沙 无穷无尽 我们在学习佛典的时候呢 里边说不可说 不可真 无穷无尽 就是他这个 心量 愿力 没有尽头 没有局限 所以说 只要是以度纵神为佛 是一桩桩 一件件 都是他愿力所含舍的内容 特别是在这个佛讲到地藏菩萨 与一切至成就如来的时候 不是英帝有两个小国王吗 大家对经文都熟吧 特别是千人千身的啊 因为我们这次讲法可能不是一句一句的惯 就是看在大家对经文特别熟的面子上才这么讲的 所以说这个经文大家下去还要继续坚持读 这个同行道友两个人商量 但是他们的愿力不一样 一个发愿说早成佛道 英王发愿早成佛道 英王发愿说 如若不先度托 这个度托罪苦纵神 令氏安乐 得志菩提 我终未愿成佛 你看 当然 在诸佛菩萨的大愿力中 我们也都知道 通常 这个 每一宗佛菩萨在阴地都会发愿 可是 基本上都是 如果我成佛 如果将来得无上正等正觉 如果的阿诺多了三秒三菩提 我将怎样怎样 文书菩萨说 愿一切人见了我都得智慧 观音菩萨说 我将来寻生救苦 观其因生 而度这个苦难纵生 但是他 没有一尊菩萨 有这一个特色 就是说 让其先成佛 在我之前 全部 修因正果得度 得涅槃 得解脱 我们现在在读诵金皇的时候 觉得说 这就不就这么赞叹一下 实际操作上 大家设身处地讲 这要有多大的发心 说去罪过的系统 那就相当于说 两个人商量的帮助别人 说我们救济他一下 可是这两个人都没有钱 一个人发愿说 我要赚了多少多少钱 到时候给他不识多少 这是人之常情 对不对 但是 还有一个人说 我现在没有钱 但是如果我赚了钱 全部先给他们 剩下的 如果有 都要把他们救济的圆满 日子过的 这个衣食温饱 解决了以后 再说我 这样的人 能几个做到 什么样的因 就决定什么样的果 所以说 如果佛在这里 偏赞地藏王菩萨 地狱不空 势不成佛 度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的这个誓愿 红生 说实在的 诸佛菩萨 在根本的这个平等理上来讲 没有差别 但是 就我们凡夫 为尔子宗而去 分别认知 法界菩萨里面 独此一家 只有此一位 这就是地藏菩萨 为什么在文书菩萨的 这个 用用他的神力 千节 测度 都不能知道 这个法会现场 幽不尽数 不知道来了多少人 连释迦摩尼佛 以佛眼关顾 幽不尽数 大家想想 他的愿意 射中之广 从此可见一斑 所以说 佛为什么开讲 地藏菩萨本愿经 第一个 偏赞地藏菩萨 愿力功德 我这样讲 大家能听明白吗 其二 广开度生 折射二门 广大的广 开发的开 度化纵生的度生 折是折服的折 射是射寿的射 这两道 度生之门 大家想想 在佛讲的一代教法中 有的经典注重讲 这个世界怎么苦 六道轮回怎么苦 三恶道怎么苦 特别是地藏经 还有一些经典 讲他方世界的乐 比如说极乐世界 无有中苦 但受诸乐 所有的事情都是应验就能成功 这样种自在解脱乐 或者说东方流利国土 为什么这样呢 这就是释迦摩尼佛 依着我们这个纵生 所具的性格特点 和人存在过程中的这种 是主性的一种习气 来设置这样的一个度生方法 大家想想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 谁不罢苦呀 谁不喜欢乐呀 否则为什么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 桃圆明为什么写世外桃圆 就是觉得那好吗 男跟女之 没有这个剥削 没有压迫 为什么嫦娥要崩月呀 为什么七仙女要下凡呀 就是因为他们不守本位 觉得不自在 逼迫 所以他们要转化一个角度 向往另外一种 他以为乐的生活 你看我们人的本位里面 就是大家一工作 哎呀太辛苦了 说今天放松一下 去干什么 娱乐去了 苦和乐 就是在我们这个世间 本能的都是厌苦心乐 那么 佛在度化纵生的时候 他有一个特别的法门 就叫做折射法门 一边讲这个世界的苦 一边讲他发国土 或者解脱自在的乐 这是一个范式 根本的范式 所以在这个本经中呢 你看一开始的 刀立天公神通品那边 一开始就说 释迦牟尼佛能与五着恶事 献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 调伏刚强纵生 怎么样 怎么样 对你们的确有的经典很熟 知苦乐法 你要明了 一来与怀 这是这个 圣经明白清楚的 什么是苦 什么是乐 我不知道大家 因为在座的毕竟都是年轻人 有的是 必须要居多 你觉得这个人生 苦不苦呢 有大德不是写过一本 苦才是人生吗 在经里边 像这个叶元品里边说 纵生 容易不孝父母 杀害就剁无间地狱 毁谤三宝 出佛身血 也是如此 盗窃这个财物啊 造业 这就是造业之苦 这是我们人生的实相 那必须要面对 虽然我们希望快乐的学佛 希望自在的学佛 可是现在我们的水平 仅此而已 还在轮回之中 再一个像地狱名号评里边说 什么叫无间地狱 哎呀 一日夜万死万生 无穷无穷的这种苦逼 是什么呀 下剁恶道苦 这是又一层可能性 人人皆如此 还有一个 在这个叶感评里边说 信誓无定 说我们这个世界的纵生 这个恶习结业 善习结果 为善为恶 足尽而生 就是管不住自己 外境是什么样的 跟着好人就学好人 跟着无婆就学跳人了 这是人资本性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 龙转武道 暂无休息 这是轮回苦 我们每个人 也有如此的可能性 特别是什么 杀生者就会 素养短命报 这个盗窃者呢 平均苦楚报 这个邪淫者呢 却个鸳鸯报等等 而且还是 父子至亲 七路个别 纵然相逢 代受不了 这就是自作自受 果报 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形 所以说 在这个 阎罗赞叹评里边说 我们这个世界的纵生 其性刚强 所以 地藏菩萨扒出根本叶缘 但是 还要 悬出 悬入 一会儿出来 信受佛法了 得了 度了 一会儿又 忘却了原来的 忘了伤疤 这个 好了伤疤 忘了痛 又悬出 又进去了 老四菩萨 九经 结束 来度 所以在地藏经里边 大幅度的 当然 他在描绘 解脱 修行 敢乐果 敢解脱果的同时 也道出了 这个世界 全部的苦 就含藏在 轮回和因果的 现在进行中 这样来折射 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叫折服呀 你知道苦了 你害怕呀 那么就想 怎么得乐呢 就开始要启动 修行可能性了 这是第二点 广开 折射二门 我不知道诸位 对于修许法复过程中 现在也不知道 在哪一层 你的受用 其实虽然 这个世界是苦的 我们知道 生老病子 就不要说了 现代人更多的是 爱别离 怨赠会和求不得 特别是 看着别人 与生俱来的 我们毕生追求 很可能还得不到呀 那怎么办 因地的三六九等 果上的福报 就不一样 这个时候 如果不能安住 就会生烦恼 那么工作中 生活中 事业上 等等这些 家庭关系 社会关系 无穷无尽的烦恼 都会突袭过来 就是我们会不会 善于把握苦 为什么叫做 知苦乐法呢 你能不能转 那这就是修行的 用功之处呀 如果你会转 你能够在 伟员逆境中 意念思维佛法 那么你的修行成果 就会事半功倍 这个逆境的 这个突击力量 让你觉得 艰辛 痛苦纠结的力量 有多么大 你的修行功德 就会上多么高 这必然是成正比的 所以 真正的知苦乐法 就是 绝不是说 哎呀 把你说的生老病死 苦其气的 缩脱世界 一天都活不下去了 是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是苦的 然后 你倒把握自己的 主观能动性 去修 制造乐的鹰 来赶着乐的果 所以你看 我们就有时候 形容佛门里面 有个比喻 就跟青蛙一样 如果是这个青蛙 一锅冷水 慢慢的下面 小火开始炖 这个青蛙怎么样呀 必死无疑 如果是烧开的 一口开水 蹭的扔进去 一个青蛙 它受不了了 喷的一下子 喷出来 还有活的可能 折射二门 就是这个内涵 能听明白吗 大开折射二门 这是释迦牟尼佛 讲的 为什么要讲尽的 第二个元气 第三个 为什么要说这部经 就是要让我们 解悟心地 自我修正的方法 第一个 要解 就是要理论上明表 了解 第二个 要悟 我们要知道 佛门里边的这种 悟性 这种灵观 真的取决 我们每个人 素食的善根和福德 它也许 有时候跟知识 文凭 不太有关系 心地法门是什么 自我的修正方法 又是什么 如果既然用苦来折佛 那么说明了 这么多的因果报应 轮回中的风险 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承担 那么 我们就要明确 这些因果的果报 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境遇 绝不是什么神呀鬼呀 强加给我们众生 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就降临到哪个头上 它一定是 自己做 自己受 直通的 什么样的因 就是什么样的果 那么 一切这种 风风扰扰 轮回的因果 它的核心平台 促成的主动力 在哪里呢 就由我们当下的心来决定 所以在本经的这个原理里面 恰恰就是提供给我们一个 绝佳的修正的机会 命用可以改造 这个命用的走势 由我们自己来把握 只要你掌握了心地的力量 那么不但我们可以自我改造 还可以发愿超度众生 这个道理呀 还是很深的 需要 居多的佛学素养 长期的文殉 还需要你 自己暗暗的在这个思维人生 反观自己的心上面 多用功夫会有出来感觉 那么 一切因果果报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千万不要向外去抱怨 去怨天去游人 向外求 就是不要去 更加的让他这个因果恶化 第一个我们要学会隐忍 隐忍就是先不要乱了方寸 银河的银 安忍的人 第二个呢 要把他溃破 就是不要上当 为什么健康经历繁琐 有象皆是虚妄 心经里面照见五庸皆空呢 那么我们天天说万法皆空 佛门是动入空门 既然佛弟子 你就要善于 时时刻刻能空一点 试一点 能空一次试一次 这就叫修行 淡一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把自己的神先定下来 身心稳住以后 开始扩展到自己的身心来把握 在反作用来修行 地藏经就给我们这样一个最深最真切的真理 什么呀 就是说锁定因果 锁定现前的心性 我们的心 大家想想我们现在 为什么说解悟心地的这个概念了 我们有时候想一想 一切的所谓的山河大地 日月形成都是外在的世界 对不对 一切的这个果经故往 这个浩浩荡荡的历史 轰轰烈烈的时代 大家想想哪一个事物 能够离开我们现前 能思能想会 主观能动的这个念头呢 能理得开吗 我们说过去的时候呢 有没有脚踏在现在 我们说未来的时候 是否要立足于现在 那么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们锁定因果 当我们在决定前因和后果的时候 不要把它往前拽 往后推 所有的因果就取决于我们当下 你怎么用你的心 怎么动你的身 这就叫心地 大家仔细想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现前的一个状态 一个遭遇 它就是关系到这是前因的感的果 那么我们现前面对遭遇的态度 和我们采取的行动 又必然要招致将来的因 所有的因果能离得开现在吗 离得开吗 离不开 我们就要学会 这就叫做心地 你只要把握着这个 就可以随心甚至是所欲的去 出现 期待你香气的果 你种的种子不好了 饿的种子 那么唯一的选择还是如影随形 也是没得上呀 这样的话 我们就慢慢要决定能够自我修正 这是佛奖地藏经的第三个因缘 那么最后一个特别重要 这是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宗教情怀 来相应他的苦口婆心 释迦牟尼佛 什么呀 就是这地藏王菩萨 这场法会 地藏菩萨本愿经 其实是一场荡气回肠的脱孤圣典 当我们 听到脱孤这个词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下意识就是刘备嘛 诸葛亮嘛 白地成嘛 都知道历史上这出戏 这京剧天天还在 好像是不是有这么一出呀 京剧里面在演 刘备把这个流禅 托给这个诸葛亮 这个诸葛亮呢 一生没有越这个雷池半步 我们常叫做宗立千秋 直至杜复 到了杜复到了这个 后来啊 这个在怀骨的时候还说 三顾平平天下气 两朝开祭老成星 出生以生先死 常使英雄泪满尽 这就是有名的什么 所谓的鞠躬 进去死而后已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 释迦摩尼佛的这场图谷 我们大家都庙里拜佛的时候 首先拜的什么呀 是谁呀 一进天王殿 就是弥勒尊 为什么 这里边也有一个 暗藏的机关 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 释迦摩尼佛法在的时候 我们在修 如果没有解脱 没有修行成就的话 那么 先赶紧跟弥勒菩萨接远 等到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还有机会在龙华三会 听法 寻习 修学佛法 这就是 为什么庙的寺院的第一个店 全部都是弥勒佛 而且这倒是跟大家说 如果这个人能够在释迦摩尼佛法里面出家一次 那么 必然在龙华三会 弥勒佛只讲三会法 所以我们不是现在有龙华四吗 还说龙华三会 只讲三会法 但是他每一华都都百万人天的 必然在龙华三会的首会得度还可以挣果 就是说最低最低的水平 哪怕你释迦摩尼佛法完了以后 你又龙华很可能入地狱 到三土 但是一定会在龙华三会首会得度最次的要挣出果 预留 那就是阿罗汉不是叫这个 这个无生吗 一共有四果吗 四种最初的水平 那么 既然是 现在释迦摩尼佛已经灭了 弥勒佛在五十六年轻人们还没有来 中间现在这些众生 众生们谁来管 就是释迦摩尼佛最重要的是 托付给地藏菩萨 那所以大家看在分身集会评里面 都对地藏菩萨说 乳观无累劫勤苦 度妥如是等难化钢琴 醉苦纵生 那么 还有说了一句 岂有未调服者 大家知道什么未调服者 就是 虽然听了法了 白听了 虽然学了佛了 没成功 当时释迦摩尼佛在印度 他的国土里面 一共比如说有十亿人口 有三分之一 见到佛 听了法 还有三分之一 知道有释迦摩尼佛 没有见到 还有三分之一 完全不知道有释迦摩尼佛 不知道有佛法 这就是 还有一些辣调的 那么这些 在随意报应 受在苦去 受大苦时 汝当意念 我在刀立天空 殷勤父主 令苏博世界 弥勒出世以来 众生息时解脱 永离诸苦 这是第一层 有三番脱孤 这是第一次 令什么 令这个 其有未调者的 罪苦众生 就是堕塞恶去的 那么当时释迦摩尼佛 这个地藏菩萨说 就说了说 违愿失踪 不以后是 恶业众生 为律 三百佛言 为怨不予 后是恶业众生 为律 在这个 众生业感本体里面 也是当时说 蒙佛附着 说违然失踪 愿不有律 特别是在最后一品 附的仁天灵品里面 说地藏地藏 祭我今日在刀立天中 这次说的是什么呀 在以仁天众生等 就是我们 我们就在仁道呀 还要天道的众生 为除三界 在活宅中者 再一次付诸于儒 无令世俗众生 堕恶趣中 一日一夜 就这么给主托呀 那我们来看 这几番经文 大家经文熟的话 就知道 三托地藏王菩萨 三应养 特别是这种 佛菩萨的苦口婆心 在哪里 在哪里体现了 单指恶业众生 更加倍加呵护 你看到了没有 一开始是托的 堕到三恶业的众生 所以佛说了以后 地藏菩萨三百佛言 托人天的时候呢 就唯有一句说 合掌 白佛言说 唯愿失踪 不以为律 大家想想 那么这种托国 给给佛说了句 放心吧 首先 佛在重视的是什么呀 是恶业众生 就是恶人 你看我们的菩提心 有时候决绝 我们都是要身为佛弟子 发菩提心的呀 但是有时候合我的意了 我就跟他其乐融融 不合我的意了 我马上就把他甩得远远的 真正的菩提心 圆满的菩提心 真实 不虚伪的菩提心 就是从来不从心地上 舍弃一个众生 而且他比较饿 业障重 习气多 老式搅局 或者让大家不快的人 你更加要偏价 为什么 因为就跟一个小孩一样 其他可能长得比较营养好 他身体更加单薄呀 一不小心下坐三途了 这可怎么办呀 所以佛菩萨救度中生 偏救 溺水 生者 就是你在岸上的这个 他还可以说先不顾 旋你在这 会有点勇的 扑他一会儿 远处 马上就要淹死的 他会先去救度 这才是真正的脱钩的意义 就跟我们说 这个所有的小孩托付给兵 一定是身体最不好的 让他多更加用心的照顾 三百佛爷 当然 这个我们关注脱钩法会的时候 一般都是以地藏菩萨为主 大家再细处经文 今天回去一定再细细的品味一下经文 听了法案以后 与会者皆有数的 你看 让观音菩萨是什么呀 如意神力流布式 请令娑婆世界百千万劫永受安乐 如意神力流布式经呀 就是流布流通呀 这说明什么 就是给嘱托了将来恶业的这个 我不在所有众生 希望他们能够从道理上先去解 先要解呀 地藏经这部法译 又让这个普广菩萨说 若见有人读诵此经 乃至一念赞叹此经 百千方便 劝人怎么样 莫退 这是托给谁呀 托得让他来护持 让大家行呀 我们要知道 学佛要有解还要有行的 你每天道理听得多了 如果你不去实践 最后就骗掉 你就当了知识 或者是财予饭后的谈资 甚至是我卖大一点 就人钱去卖弄卖弄 我学佛都懂 甚至又给他 祖托了这个护法都给祖托 监牢地神 但以地藏本愿 经一世修行者 如与本神力而拥护之 一切灾害不如意识 听都听不到了 不要说去令寿了呀 这是给监牢地神 祖托的用 那么包括主命鬼王 与生死中互诸众生 恶毒鬼王 恶事横事 不入于门等等这些 给地藏王菩萨托孤了以后 所有他的同学办理 辅佐他的 甚至他的护法 左膀右臂 全部给一一打点清楚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 这部经典呀 仔细看都好像不是 释迦牟尼佛为主说的 一人一段 全是这大菩萨大护法 他就更像组织就绪的一个 托孤大典 只是释迦牟尼佛 讲这句话 这部经的根本初衷 我们要明了 你怎么把这个托孤 把它现在给接上呀 我们现在 包括千人千生 诸位都是地藏法门 又有自己的担当呀 那么这部经在 曾荫阿寒里面讲的说 讲的时间的是 佛在讲完 这个经以后 后来有的祖师们 给判到什么 讲完法华经以后 涅槃之前 当时释迦牟尼佛应这个 世纪环英 世纪环英 大家知道吗 知道吗 就是第十天 第十天就是玉皇大帝 俗称 让他请他到刀利天 这些佛教的宇宙观 我们在经文里面 再给大家讲 今天我们先把这个前音 听一下 去讲法的时候呢 世宗佛就上刀利天 为母说法 都是用神力 就是用地藏 新地的这个神力 那么佛也去了 后来就是从哪里去了 从这个安达罗国 就是现在印度 哎呀 现在的印度叫什么来着 我一下子 就是这个地方 原来叫曲女城 现在的好像在印度的一个 我们还去过 那个地方现在很可悲 就是全部已经是伊斯兰教 完全是姓的这个伊斯兰教 但那个地方好像是在印度的经济 还比较好 这个玄奘法师当时开吴哲大会 其实就是在这个曲女城 他在印度不是多少国的国王 开这个吴会 后来把他称为大成天和解脱天 就是玄奘法师 那么他从曲女城边 升到刀利天 为母讲法完了以后 于第二年的2月14日 下道严福提来 一日一夜讲了涅槃经 所以说地藏菩萨本宴经的这场法会 就把地藏王菩萨给主托成代理佛了 就是在弥勒出之前 释迦牟中灭后 所有三界的受赞受苦众生 全部托给地藏王菩萨 大家有趣的也很 大家想想 你看这个刘备托孤的时候 不是叫扶不起的阿斗吗 是吧 是不是那个刘长叫扶不 此间乐不失属也 我也不知道这是一种智慧 这是一种鱼痴 到底他真的当作说 那有好吃的不想回四川了 还是说他由于这句话 反而还没有把他杀死 有时候这个姻缘也说不清楚 但是呢 刘备托的是 这个蜀国的皇储性命 江山社稷 释迦牟尼福托的是 进法界所有众生的法生会命 但是我们似乎有时候 也跟刘长一样扶不起来 为什么 悬出悬入 劳斯菩萨 九经度托呀 好不容易扶着上了树了 他自己又掉下来 有时候我们在这里 好像也犯着个毛病 所以希望大家 都这个 对于释迦牟尼佛讲法的初衷 我们要深深的有一个领会 以自己的心 对接佛的这个心 这样才能生起来 对法的信心 对这个 这个修的 这个修法的这个激情和动力 所以说 这是一场荡气悲壮的脱骨法会 弘一大师 在听到佛托地藏王菩萨 三百佛言的时候呢 当时听法的时候 现场放声大哭 当然我们现在也可能 这种情怀生不起来了 也不要哭了 我们现在先休息十五分钟 等一下我们在下半场的讲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